有没有一些海上自救 或者海上安全的一些基础知识 或者叫基础技能吧 有没有 生出险境的时候 首先第一要保持思维清晰 同时保持冷静 然后呢要有非常强的求生意识 一定要听从现场的专业人员的指挥 如果说这种技能或技巧呢 比如说打水手节 水手节今天仍然在用 对 好 给您带来仨徒弟 梁田 孟佳 周浩 咱们就教两种节就行 好的 比如说那天您在船上 您要去那个挂这个缆绳 如果说你打的节 就是自己会松动的呢 实际上这个缆绳是不安全的 我们一般来就是会做一个死节 或者我们叫钢丝绳扣 这个节打完之后呢 它的那个绳子环 不管你从两个头 哪个头拉绳子环 都是不会动的 打节的这端呢 我们一般叫活端或者工作端 系在我们船上 不动这一端呢 我们叫死端 首先是用死端 压束活端 做一个反环 然后呢 用活端 从这个环的上面穿进去 压束死端 再从反面穿上来 诶 等一下 完了 我没看着 服博士 我调整一下教学 今天只需要教一种节 一种节 这根从上面穿上去 压住这个死端 再从底下穿出来 压住死端 再从底下穿出来 这样 然后呢 抓住这两根绳子 还有这根绳子 这是死端 然后这两头这样拉紧 就好了 我拉哪儿 你看一下孟佳记的 记了个中国节吗 对吧 这是对的 还可以 起码是对的 起码是对的 就是丑归丑 但是是对的 是吧 对 丑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根本套不进 那个桩子里 对 说明什么 为什么要让各位来 记一下那个水手节 说明 在海上的时候 必须要有一些 基础的生存技能 同时在服以 今天二位讲到的科技 才能够保证我们大家 在水上的平安 谢谢 谢谢我们的几位体验官 谢谢蒲博士 给我们传授的 这些有用的救命的经验 谢谢蒲博士